各位老师好,我是在日内瓦和法国教中文的美美老师 如果现在请各位老师给海外完全没有接触过中文的小学生或者中学生设计一节中文起门课 或者说汉字起门课,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思路呢? 总之这两个月我为这个课题思前抢后,非常费头发 因为前一段时间我需要和另一位老师给日内瓦州的公立小学上巡回的中文起门课 对,实际上是教育局的一个课传项目 这个项目邀请不同语言的老师们进校园给小学生带来语言启蒙课 比如说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 其实关于这个项目,我个人有非常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你也对瑞士的公立小学校园生活感兴趣的话 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 今天就先暗注不表 总之汉语在他们眼里是非常特别的 他和其他英诸语系的差异非常显著 再加上今年是教育局第一年引入这个中文或者汉语公开课 怎么说呢? 在和我优秀的同事们经过漫长的讨论之后 我们今天确定了我们这两节公开课的主题是声调和汉字书写 汉字是古老的表意象形文字 而笔画是充满逻辑和意义的部件 这些内容说起来很迷人 但是对于完全没有接触过汉字的小朋友来说 太神奥了 而且这个课程只有两个课时 重在启蒙只是为了给他们留下一颗关于汉字 关于汉语的概念的种子 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 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要生动有趣的传递一个信息 汉字像图画 而笔画就是汉字的零部件 那于汉字象形的素材全网非常多 书籍图片视频其实都很容易找到 不过呢也就是在我们几乎搜索了一遍全网的素材之后 我突然贪心的觉得 如果有一些能够属于我们自己的 有一点记忆点东西的话 那就更好 有品牌就等于有了自己的记忆点 那回想我们小时候上过的一些印象深刻的课 是不是多年以后脱口而出的 可能就是课上的一个梗 一个故事或者一个人物 等等 那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人物 然后让他和汉字有关 我一开始想到的就是大熊猫 那我们就请一个熊猫先生来教笔画 好吧 后来呢也想到过 引入一个古代的小书童形象 然后他有一个类似叮当汪的口袋 万能书带 在里面可以翻出各种的汉字和笔画 给他们做介绍 无想尽猜啊 各位老师可以猜一猜我最后用了哪个方案 都没有啊 虽然形象可以立住 但是他和汉字之间的关系比较牵强 对吧 这两个形象不管是熊猫还是古代的书生 实际上换成任何一个形象都可以 最好这个人物这个形象直接和笔画相关 对吧 最好这个人物就是笔画 最好这个人就是笔画 OK 那我们就直接用笔画来画这个人吧 对吧 因为当时设计的时候 我们要在课上教你好这两个字的发音和书写 那我就先试着用你好这两个字的笔画来拼一拼 看一下能不能用他的笔画形成一个脸谱画的东西 那我不会动画 我只会乱画 还有制作PPT 那我就先在纸上开始乱画 然后再用我的PPT拼一下 最后就变成了这个东西 名字也是呼之一出来 就叫笔画先生 这样一来呢 小屁孩们就会先看到两个汉字 然后认真观察这两个汉字的笔画 然后发现这个笔画还能组成图形 而这个图形也就是笔画先生 可以带着他们继续去探索 由笔画组成的汉字 于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他们就会记住汉字的两个特点 图像画和布件画 在纸上画出笔画先生之后呢 我马上就跟同事进行了一通描述 他们的表情告诉我 嗯 想法不错 然后呢 对啊 然后呢 我又不会做动画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所谓的笔画先生动起来呢 我当时也是想到外包 所以尝试联系了一些专业的动画师 想咨询一下 我这个想法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动画作品 但专业的动画师 人家一上来就直接让你拿这个脚本内容 有的呢就直接问我预算多少 开了预算 好像后面的事情才可以进行 但实际上当时我的头脑里面只有一个灵感的火苗 所以这种不成型的东西呢 你问我预算多少 我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这个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 我正在学设计专业的亲妹妹 我跟她微信语音 噼里啪啪说了一通 她居然理解了 而且觉得很不错 可以做 但我突然信心就来了 这时候呢 高中群里面的这个学生启事也有了反馈 我高一的同学 她现在在英国做导演 问我要做什么动画 她说说看我的灵感 我这时候又一通电话打过去 皮里啪说一通 她居然也理解了 说她可以试着尝试做一下 给我有请假 这个时候呢 我就毫不犹豫的把这两位忽悠来的左膀右臂呢 拉到了一个小群里面 开始着手画我别角的分镜图 然后天天在群里给他们发我这个一日三根的点子 一开始如果我的想法有这么多 最后因为时间技术成本的问题 呈现出来的可能就只有这么多 但是这个东西从一开始就是草稿纸上的一团 变成了一个会动的东西 这个过程实在太苦了 反正我作为一个不会做动画的中文老师 是真实的兴奋起来了 超级感谢我的妹妹创造了正式的笔画先生的形象 每天下课回来还帮我改图 超级感谢我的高中同学 从导演的角色上降维帮忙 完成了动画配乐和配音 当然也非常感谢我的学校同事老师们出资靠劳了这个用爱发电的小团体 最后呢也要感谢感谢我自己 没有只是随便想想 拥有敢于麻烦别人精神 不过呢我想说这个短片它可能不够专业不够经验 但是还确实拥有了我所需要的记忆点 如果老师们对最后我们是如何在公开课上 以及平常日常课程中使用这个短片感兴趣的话 欢迎在留言告诉我 欢迎关注点赞收藏 这样我的下期视频就可以顺利产出了 好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短的不能再短的小小小动画 笔画先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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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铁 树 横钩 树钩 点 铁点 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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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拜拜 关于这个项目 我个人还是有很多 希望风 所以关于这个项目 我个人还是有很多 希望风 我个人还是有很多希望风